大家好,今天我们学仙克莱和蝴蝶的画法 仙克莱是一个五瓣的花,像白玉兰一样的 非常漂亮,有红色,黄色的等等 我们今天画一个红颜色的,粉红色的 我们先调出来这个白颜色,调从这个能低下来的白颜色 调到笔根儿处,笔笔 然后呢,我们再调出鼠红,在盘子里头调 调到笔度上,调到笔度,调一下 然后我们再调,稍微立起来一点 然后呢,我们再调,笔尖上来点重一点的鼠红 好,现在基本上可以了 它那个花瓣呢,很有意思 就是长圆形 长圆形 尖上呢,颜色比较重 所以我们用笔尖 那么,我们画的时候 先从这个离我们最近的花瓣画起 这个越到下面越淡 越到下面越淡 好,注意哈 我们这一半花花完了,我们紧接着哈 因为它是五半花嘛 我们同时可以再补充点的白色哈 笔墙上也可以再不断的补充颜色 好,第二个花啊,再画第二个 画后面的啊,你不能画的都能看了很清楚对吧 到后面的可以往这儿啊 后面的稍微高一点 稍微高一点 然后紧接着再画一个 画这边这个 都是往后面做哈 有点像白玉兰啊 好 这个画完了,接着画后面的 你看这个花啊 你看这个花 我们再来啊,再补充点 笔根再补充点的白色 笔尖 补充点颜色 好 画一个开开的哈 画一个开开的哈 始终哈 始终这个 呃 花瓣尖哈 都是那个 都是深颜色啊 始终花瓣尖都是深颜色啊 啊 这个白玉兰呢 是五瓣花哈 五瓣花 到这点呢 它到花根之处呢 是要淡一点 另外它是个平的 因为它那个花蕊是在 在下面啊 这是它的 花这个 呃 背后 啊 这是花的背后 开开以后呢 它像一个仙女一样 穿着这个 呃 很漂亮的这个 花衣服啊 从上而下 叫仙克莱 啊 这是个花啊 那我们接着画这个叶子 把叶子画一下 叶子呢 我们知道哈 它这个叶子是个 呃 圆形的啊 基本上是个圆形的 我们呢 先调出 绿色 还是花青 藤黄 花青少多一点 花青少多一点 我们调出这个 绿色啊 调出绿色 把这个花青调多一点 你看这花青很多哈 花青很多 花青特别多 发点这个 因为它叶子颜色比较重 你看这花青很多哈 花青很多 那么花青调完以后呢 我们还要调点墨哈 笔尖上 笔尖上还要调点墨 这个墨呢 你不要去蘸啊 就可以蘸到盘子里 点墨都行了 你比如 勾到盘子里 笔尖 笔尖 然后可以笔尖上 再勾点这花青 这样的颜色都有变化哈 它的叶子是圆形哈 是半圆形 我们画叶子的时候 一定要稍微就是 然后再蘸 再细颜色啊 再补充点颜色 然后笔尖上 再稍蘸点墨 这是一个颜色 一个 一个叶子 然后我们再来叶子啊 可以 不同方向了啊 这是往这边方向 我们可以再来个 往这边方向了 也可以再往这边来个方向 好 这个颜色画的叶子呢 可以直接画叶金哈 它的叶金比较 很像这个 我们以前讲的那个 其他的叶金哈 比较 碎 比较碎 写小字啊 也比较碎 然后画完以后呢 再给旁边 再勾一点这个 点点 因为它旁边有一些 这个锯齿状啊 锯齿状 然后呢 我们再用这个 画一下的 花蕊 花蕊 你可以用这个 墨加褶石 墨加褶石啊 它这花蕊在这儿了啊 它这花蕊在这儿了 特别 花蕊在下面啊 这就是叶子和花的画法 叶子和花的画法 用 水花蕊子和花蕊子和花蕊子 交换